鐵拳軍演他們的演習的訓練項目 其實練的都是兩棲空降 然後像是什麼躲島 這東西不管是用在東海 跟中國有真心的島嶼 是用台灣其實是一體試用 所以我覺得近年來因應中國 對台東武的跡象 來因應台海危機的成分稍微大一點 如果台海或東海有事 日本西南諸島 將成為美日同盟的戰略支點 協助監控中國的軍事動態 並阻止中國的海上擴張 日本西南諸島 也與台灣的安全息息相關 因為他們位於台灣的東北方 可以與台灣互為一角 保衛台灣東部海域 雖然這次美日雙方都支持不敵中國 可是如果重演習科目 以及日中兩國 圍繞著釣魚台群島的緊張身高 這個客觀事實來看 日美兩軍因應中國威脅的用意 其實也就不言而喻了 信息書的捕捉 我們在其中一個點 列出了 對 煙的 努力